曾经在台湾引发真意的魔术师Yif 也取代了刘谦登上了大陆春晚舞台 不过就在最拿手的 法国面包魔术表演时 出现了穿帮镜头 一下台马上被被问穿帮的感想 他觉得真的是太尴尬了 10英镑 20英镑 也就是女王图像 如果今天你想去加拿大 英镑就可以在这里瞬间变成加币 既然都走到北美 我们也可以去美国走一走 世界各国纸钞在魔术师手里幻画出现 取代刘谦登上大陆春晚舞台 Yif的表演让观众惊呼连连 7000年头出国旅游不用这么麻烦 纸钞一秒变信用卡 获得当纪念的观众乐开怀 不过接下来最拿手的法国面包魔术 让Yif的身世一秒从天堂掉地狱 这一个瞬间 大陆网友根本无需破解 及观众眼睁睁看着道具出现眼前 大伙看看他这个眼珠子瞪得跟同龄似的 至于吗年轻人 你就是太年轻了没看出来那个就是有门子 确实我今天好像有点紧张 然后有一秒 在那个时候有一秒出了一点小闪子 就是那一秒魔术现行 不过在春晚舞台上穿帮不适 头一回 十年春晚李云迪和刘谦 吸手跨界魔术表演 不过关键的这双魔手被网友抓包 刘谦丸角色兑换 只有扑克牌的手腕 从左图的没有质到右图冒出质 怀疑此时早就由刘谦换成了李云迪 每年春晚魔术表演令人期待 不过观众早就练就火眼金睛 一丝一毫破衬都能成为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